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近日 美国参议院两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正式承认了所谓的麦克马红线为中印边界线 把本该属于中国的藏南地区划给了印度 我国随即在网络上披露了更多 关于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的消息细节和物品 其中有一张加勒万河谷中缴获的印军单兵装备图片 据称 这是北京军事博物馆在近期展出的 解放军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中缴获的印军物品 从展台上看 解放军应该是缴获了一名印军西克族士兵的单兵装备 包括他的突击背包 勺子和餐碟 他与家人的合影照片 手机 日记 账单 身份名牌等 三个英萨斯步枪弹侠也是亮点 分别是两个二十发短弹匣和一个三十标准弹匣 其中有一个二十发短弹匣装满了子弹 另外两个空空如也 印军对此种弹匣可谓是恨之入骨 差评满满 不合格的塑料材质使其动不动就破裂和卡壳 严重影响武器使用 当时印度陆军专门制定了雪豹计划 调集了营级单位的精锐士兵 伺机偷袭解放军 按照印媒的披露 印军的计划可以说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派遣第十六营 以优势兵力从加勒万河谷东进 从而击溃实控线上的少量解放军 而后 印军主力便凭借优势兵力迅速扩大缺口 并侵占东断中国领土 达成既定事实 印军计划行动第一阶段 采用冷兵器对抗的方式来达成目标 第二步则是提前预备装甲集群 并且进入战备状态 应对任何情况 该计划由印度陆军十四军精锐254装甲旅负责 该部队装备装甲车辆290余辆 以T90S主战坦克和BMP-2部战车为主 是拉达克一线印军的装甲主力 号称印军精锐骨干 一旦发生扩大化军事冲突 254旅将成为先锋力量 但是在行动中 印军第一步急遭解放军挫败 印军十六营仗着人数优势率先向解放军发起袭击 解放军战事临危不惧 团长齐发宝组织兵力反击印军 在冷兵器和拳脚冲突中 印军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 被解放军击伤打残击毙的印军不计其数 落水逆死者浮尸河滩 在印军主要指挥官被解放军用铁铲开瓢 和其他指挥官也被解放军快速干掉后 印军组织度和士气迅速崩溃向西溃散 解放军一路追击 印军残兵败将又因为慌不择路 二十多人摔下山谷悬崖 不少印军就地丢弃武器和随身物品向解放军投降 丢枪抛物四散逃窜 犹如丧家之犬 被俘印军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生怕遭清算 纷纷跪地高举双手 印军行动至此遭遇严重挫败 印度记者报道称解放军当时拿铁铲和狼牙棒专门与印军搏杀 印军根本扛不住三两下就不行了 狼牙棒打一架就丧失战斗力了 印军随后至少增加部署了一个装甲团 大约有几十辆T90S坦克 他们一字排开大兵压境 都停放在前线的一个峡谷内 还有一些穿着二手美军防寒服的印军士兵 在坦克前合影留念 解放军也马上出动坦克与印军对峙 双方坦克都在对方瞄准镜射程内 炮管都可以直接拼刺刀 中方一张当时的照片 一名解放军坦克兵与88B式坦克高射机枪的合影 尖章已经摘掉 子弹已经上膛 背景中还有我军的99A坦克整个带弹 印度记者曾回忆称 那个时候一到晚上 这个地区就有漫天的无人机不停地嗡嗡飞 大部分是中方的 只有很少几架是印方的 解放军还疑似紧急建成了野战医院 为擦枪走火做好了准备 一些印度士兵则抱着拍遗照的想法 恳求记者为自己拍摄照片 当时印军开上前线的都是俄制最新的T90S坦克 中方虽然也有04A步兵战车 PGZ 0404A弹炮核一系统 自行火炮无人机等先进装备 但坦克却主要是99A和88B 虽说中国坦克装备了先进的穿甲弹 莫敏弹 足以应付印方可能发动的进攻 T90S坦克在高海拔地区 也并不能完全发挥出实力 但坦克的代际差还是客观存在的 也因此解放军在之后加快了 对高原部队的换装步伐 目前15式青坦已经成建制部署 10式120毫米自行排流炮 07式自行火炮 无真7查打一体无人机 陆航霹雳火等先进装备 也早已上了高原 而印度的T90S被送去俄罗斯维修过程中 很多被俄方直接扣留用于俄乌战争 不少还被乌军击毁 就在几天前 印度陆军总司令表示 从2020年以来 印军中印边境地带 部署了大约5万兵力和350辆坦克 这或许代表 印军并没有吸取加勒万河谷冲突的教训 反而可能在盘算着找回场子 另外 印军还打算开发一款 佐拉瓦尔辛格轻型坦克 称其可以对抗解放军15式青坦 并在最近几个月 由国防采购委员会批准采购了354辆 他们还计划采购长航时查打一体军用无人机 喷气背包等先进装备 就为了在中印边境的对抗中可以占据优势 不过也有印度国防部官员对媒体坦言 解放军在过去两年时间里 多次展示了由15式青坦 武装直升机 卡车炮 圆火火箭炮等组成的突击集群的威力 可以以一个合成营的兵力进行快速突击 火力和信息化作战能力也比印军更强 这也是印军目前在中印边境保持克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解放军相比 印军压根就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火力打击体系 还是按冷战时期的理念来组织装备体系 缺少无人机也缺少制导武器 远程打击能力严重不足 连后勤保障都不行 在基础设施上 印度直到2020年才意识到自己的道路工程水平太差 目前印度许多道路还是季节性的冬季旧风路 目前印军根本无法在前线部队保持大规模作战的行动的要求 连保障少量的坦克部队登上高原都不惜动用大型运输机 如果按照俄乌战争的标准 印度根本就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 尤其是弹药的储备严重不足 以至于印度在前几年不得不紧急对外购弹药 西克教士兵的日记也记录了在边境地区的服役情况 他表示在边境地区太苦 天气寒冷的让人根本受不了 日记里写满了对日常生活和驻地环境的各种抱怨牢骚 实际上拉达克地区的冬季确实是非常寒冷的 即便是在夏季拉达克地区的气温最低也在零下10至15摄氏度以上 若要进入到冬季气温会下降到零下30到40摄氏度 这不是一般的冷 而且还有高寒山地的大风 低温加寒风光是印军冻伤的案例在拉达克每天都有 这对单兵素质和士气本就不如解放军的印军 无疑是一种极为严酷的考验 也无外乎那位印军士兵会在日记里抱怨不断牢骚满腹 此外若一旦出现冻伤情况 势必将会导致印军连续出现非战斗减原 据印度前任国防部长透露 拉达克地区的自然减原率就高达10%以上 除了天气原因 印军在高原地区的刹击舰和弱后勤问题也凸显无疑 现在印军自己的保暖服供应能力不足不说 军方还背地倒卖走私过冬物资和食品 有不少基层印军士兵抱怨 在拉达克地区吃不饱 伙食太差 一餐只有一碗汤糊糊和几个小薄饼 根本不够消耗的 吃完马上就饿 热量不足只能吃白糖 一到晚上就要挨饿受冻 所以说 以小亏大就知道印度军方将基层士兵当做牛马 就这样压制基层士兵 种姓制度大行其道 还想指望人家卖命和解放军为敌 可能吗 建议印度将军们自己先好好反思一下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